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 与神学有约节目 这次我们讲的是 圣经与神学系列第十四讲 从上两讲 我们开始讲字意研究 圣经里面用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这次我们继续讲智慧 智慧这个字 我们继续看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智慧 上次我们讲过 在旧约时期有一些 特别被称为是智慧知识 智慧人道 现在我们来看上帝 唯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的智慧 经文有越博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 在上帝有智慧和能力 他有谋略和知识 经里面 他有智慧与能力 又有谋略与聪明 以赛亚书第十三十一章第二节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 他必将灾祸 并不返回 并不返回 并不返回自己的话 以赛亚书第十三十一章第二节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 他必将灾祸 并不返回自己的话 却要兴起 攻击那作恶之家 又攻击那作孽 帮助人道 你看耶和华的智慧 不单单是一个正面的聪明智慧 还有他审判的智慧和能力的 丹尼里第二章 丹尼里第二章 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 丹尼里是这样说的 丹尼里说 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 他改变时候 日期 废王 立王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 也与他同居 我列祖的上帝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允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这里给我们看到 上帝的智慧 掌管着历史 他改变日期历史 他把王设立 也可以废掉王 把智慧 知识 赐给聪明人 上帝知道那些深奥隐秘的事 上帝是光明者 光明的主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智慧都向我们 启示 他有些的 可能大部分的智慧是隐藏 还没有 启示给我们的 上帝的智慧 不单单 显于他对生活 每一个范畴 全被的知识 还在他 成就 自己的心意 而这个是必然成就的 我们先来看 上帝的智慧 明显在 上帝对人生 每一个范畴 完备的认识 我们又回到月博记 很有趣的是 月博记 他三个朋友的劝告 其实充满着很多的真理的 不过问题是 很多时候他们把这些真理 讲错 像一个错误的对象来讲 就是了 月博记第十章第四节 你的眼岂是肉眼 你查看 岂向人查看吗 就是说 上帝是 能够看穿人的内心 人的真相的 再来月博记 第二十六章 第六节 在上帝面前 阴间显露 灭亡也不得遮掩 新一本是这样说的 阴间在上帝面前 扯路敞开 灭亡之处也没有遮盖 就是说死亡 临界 阴间上帝都完全知道 完全认识 真言第五章 第二十一节 因为人所行的道 都在耶稿都在 都在耶和华眼前 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修凭人一切的路 新一本 因为人的道路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审查人的一切路径 所以不单单死亡 人的生命 人所走的路 人的日子都在耶和华的眼前 他都知道 他都透彻的认识 再来真言第十五章 第三节 耶和华的眼目 无处不在 恶人 善人 他都检查 新一本 耶和华的眼目 无所不在 坏人 好人 他都检查 上帝检查 我们的生 和死 他检查 恶人 好人 但是上帝 必然 成就 他自己的 永恒的计划的 宇宙和人 是他身为这个智慧的 降人 降心智慧的成果 自然界 和历史的过程 都是由他的智慧来掌管 这种的智慧包括 他无误的辨别善和恶 这也是他按照公正 实行赏罚的基础 因为他正确的 分辨善恶 所以他的审判 肯定是公义的 奖赏和惩罚 分别是 一人和二人的 命运 或者是结局 这些 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非常的明显的 有些的诗篇 把这个勾画的 非常的清楚 譬如说 诗篇第一篇 不从二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邪门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暗时后结果 这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个 不 从二人的计谋的人 上帝完全看到 也完全安排他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第四节 二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批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二人必站立不住 审判的时候 上帝完全知道 罪人 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第六节 耶和华知道 义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所以不论是义人 二人 上帝知道 上帝私行报应 特别是我们 生活在一个 好像充满着不公义的 社会世界里面 这些的诗篇就告诉我们 上帝完全知道 上帝 的智慧 检查 有一天 也会审判的 诗篇还有一些 专门讲这方面 这个世界 充满着不公义 这个情况 与上帝的智慧之间的关系 诗篇 三十七篇 不要为作恶的 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深处妒忌 因为他们 如草 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 快要枯干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 名如正物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 必被剪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 必承受地图 还有片时 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差他的住处 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 必承受地图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诗篇第三十七篇十二节 恶人设谋害一人 又向他咬牙 耶和华知道吗 十三节 主要笑他 因为见他受法的日子 将要来到 恶人已经功上悬 刀促销 要打倒困苦穷法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所有的税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 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耶和华知道 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第十八节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不致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逼得饱足 二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 要像羊羔的枝油 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 二人借态而不偿还 义人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蒙耶和华赐福的 逼承受地图 被他咒诅的逼被剪除 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立定 不但是知道 还是立定耶和华 立定义人的脚步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施脚 也不知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 残伏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所以耶和华知道 耶和华纪念 二十七节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 不撇弃他的圣民 他们永远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 必被剪除 义人必承受地图 永居其上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上帝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总不滑跌 你看这个智慧 是包括明白上帝的律法 也知道什么是公平公义 三十二节 恶人窥探义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逼不撇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 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图 二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二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个清脆树 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 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 却寻不着 你要细差那完全人 观看那正直人 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 至于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二人终必减除 但义人得救 是出于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赢债 耶和华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 脱离二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 这段诗篇告诉我们 上帝用他的智慧安排 我们在一个 充满着不义的人 不义的作为的世界里面 义人常常是 穷光弹导 但是耶和华知道 有一天他必施行 报应和审判 他知道 他也安排 一人二人的结局 所以我们不必 抱不平 不必 都记 不必埋怨 类似的一篇的诗篇 刚才是37 现在是73 都是让我们觉得 被欺负 被约大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诗篇 耶和华是那么的智慧的 73篇 上帝实在恩待 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是闪 我的脚 险些滑跌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 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 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 如链子 带着他们的向上 强暴 像衣裳 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 因体胖而吐出 他们所得的 过于心里 所想的 发财 胖到眼都吐出来 他们讥笑人 凭恶意 所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最高 他们的口 泄毒上天 他们的蛇 毁谤全地 所以上帝的名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 上帝怎能晓得 至高者 岂有知识呢 当我们看到 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会问 上帝晓得吗 他知道吗 他有知识吗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 常想安逸财宝 便加征 我实在突然 竭尽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 表明无辜了 因为我终日造灾难 没早晨 受惩治 我若说 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 奸诈待你的种子 我思索 只能明白 这是 眼看实事为难 直到我 进了上帝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第四七解释 转锐点 从上帝的圣所 从神那里看 我们就看到 究竟神有没有知识了 你 就是上帝 实在把他们 安在华地 使他们 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 怎样看梦 主啊 你醒了 也必照样 轻看他们的影像 因而 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的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 如出泪一样 然而 我常与你同在 你牵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 引导我 然后 必借我到荣耀里 二十五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衰残 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远利的 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 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上帝 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 赎说 你一切的作为 上帝知道吗 上帝看见吗 当我们进入到他的圣所 从他的角度来看 有一天 什么都要摆平 什么都要显明了 诗篇 七十三篇 奖赏和惩罚 就是上帝给一人和二人的 的命运 你继续看 是真言 第十章 真言 第十章 第三节 耶华不使一人受饥饿 二人所欲的 他们是想的 他必退开 第十一章 第四节 发怒的日子 知财无益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我们读信一本 在上帝发怒的日子 财务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上帝知道吗 有一天他要发怒 发他的愤怒来审判 真言十二章第二节 一善人 必蒙耶华的恩惠 设诡计的人 耶华必定他的罪 所以耶华的知识 包括赐福 施 奖赏 和审判定罪 咒诅 两方面的知识 这样的智慧是 不可思议的智慧的 岳博记 第二十八章 从第二十二节 到第二十一节 岳博记 二十八章 从第二十二节开始 然而 智慧有何处可寻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 在活人之地 也无处可寻 深渊说 不在我内 沧海说 不在我中 智慧 非用黄金可得 也不能 凭百银 为它的价值 而非金 和贵重的红马脑 并蓝宝石 不足以较量 黄金和玻璃 不足以比较 金金的器皿 都不足以兑换 珊瑚水晶 都不足以兑换 智慧的价值 顺过珍珠 二十节 智慧从哪里来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是像一些有生命的眼目 隐藏 像空中的飞鸟 隐蔽的 就是说 不是我们 人能够控制的 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是不可思议的 是超过这个自然界的 唯有上帝才有道 上帝必须按他的慈悲 启示 这个智慧 人才方能领会的 约伯记 二十八章 二十三节 上帝明白 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最后二十八节 他对人说 敬畏主 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上帝 有的时候 我们看来 他的智慧是 离开我们很远 但是敬畏他 遵循他的道路 他的律法 就是智慧 所以就算 人天生的智慧 或是人从经验中 所吸取的智慧 也是上帝恩典的礼物 他们都是上帝 发挥创意的效果 圣经里的智慧是 宗教性的 就是 与我们敬畏神有关的 也是注重实践的 就是懂得怎么样 应用神的话 顺服神的 智慧探索神行事的方法 从中吸取知识 得到洞见 insight 而且将这些洞见 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上 见识和顺服 这种的结合 所有的见识 一定要导致顺从的 见识和顺从的结合 将智慧和先知所强调的 认识神 就是对神的热忱和爱 和顺从连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读到知识的时候 我们说知识就是 认识神就是 守约顺服他 外邦人的异教 他们也讲智慧的 纵然或者与宗教有关 但是不是以那位立约 守约的神做根基 所以注定是失败的 这是先知们经常所指出的 他们的智慧是失败的 看写着经文 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一节 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 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 所筹划的成为愚谋 你们怎敢对法老说 我是智慧人的子孙 我是古王的后裔呢 他们都是愚昧的 以西解书 第二十八章第二节 人子啊 你对推罗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心里高傲 说我是神 我在海中做神之会 你虽然居心自比神 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所以一般的王 也是那么的愚昧的 当敬畏神 这个要素 被世俗的文化 物质主义 和对圣约理想的密室 排在以色列智慧以外 当以色列他们 跟随世俗的文化 追随物质 不遵行神的约 违背他的时候呢 以色列的智慧 便实际上成为无神论 与异教的智慧 一样的枯燥乏味 并招来 以色列猛烈的 批评 祸灾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参考以色列书 五章 二十一节 二十九章 十四节 和耶利米苏 十八章 十八节 所以智慧和愚昧 敬畏神 和背叛神 背逆他 追随世界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敬畏耶和华 不要心 怀不平 乃是智慧之路